運動有它的魅力 運動有它的魅力 運動攝影主要就是它的不確定性 然後有燈光的限制、場地的限制 我必須要在很快速的熟悉場地的狀況下 精準地掌握畫面 通常我在場上的時候 我是兩隻眼睛都張開 一隻眼睛可能看著你的觀景窗 然後另外一隻眼睛 你就要隨時注意場邊有什麼變化 就是在了解賽事的進行方式 跟選手的特性之後 有一個強大的對焦系統 來幫助我進行我的工作 這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捕捉這些動人的時刻 瞬間對焦的能力很重要 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你能夠達到的話 你會覺得有很大的成就感 其實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懷疑 因為畢竟它的體積比較輕巧 但是用了之後 它確實有很多革命性的地方 A9Z是給我最大的經驗的點 就是高速連拍跟零黑屏的功能 在零黑屏的狀況下 我可以仔細地觀察選手的動作 配合上每秒20張的高速連拍 就可以精準地分解選手的連續動作 像我是希望我可以捕捉到 這個選手建設出去的瞬間 那每秒20張的連拍 就等於說讓我有更多機會 可以捕捉到這整個建設出去的軌跡 零黑屏就可以比較專心 在這個構圖上 EA3的轉接環 主要是可以讓A9使用另外一套 A-mount系列鏡頭群 在畫面的視角的選擇上 變得相當多樣 100-400這根鏡頭 它在重量跟體積上 算是相當的小 它輕量化的結果就是 除了優異的性能跟畫質以外 還可以減少我們體力的耗損 那就可以有更多的專注力在賽事上面 靜音快門我覺得也是很特別的功能 如果說以後拍高爾夫 或撞球的時候 因為這種運動選手都不能受到干擾 我就會希望說這個比賽 我會用A9去再試試看它的可能性 因為我個人喜歡捕捉選手 在休息區的畫面 傳統的單眼相機 因為還有快門連 跟反光鏡的聲音 人家拍攝者也有戒心 完全沒有聲音的靜音快門 令我覺得非常好用的一個功能 來賺臨 把握面相機